如果去想市場是否康復,要去購買的,即是會選擇什麼 首選的都是比亞迪,另外就是公用股 公用股的礦跌能力都是比較強 你自己心想哪一款公用股呢? 如果現在要選擇的話,其實有幾隻 不過可以看看長和系,1038和6號電能 1038和6號電能,1038和6號電能仍未創造,但差一點 創造了一年高,電能仍然在盤頂 完全是非常強勢,逆市在升 資金就是派進了這些東西 不過整體來說,這個都要小心 不要以為公用股是完全不會跌的 如果萬一出現極端的情況,其實硬散度有機會都會下跌 所以整體來說,都是偏保守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現在要選擇的 或者是有些錢不想拿小的全部是貨幣 想派一點進去,就會選擇這些比較好一點